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吃什么 今天我们吃这个灌肠 我叫龙福寺 假的吧这是 咋买假的 这龙怎么是这龙啊 龙福寺还是 咱们这没这庙 龙福寺 其实想一下今儿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灌肠 主要是因为我们买着了这厂子 你还有印象吗 以前没有困钱这个 这厂子还行 这应该申请于文化遗产 对没错 老说我们是无产阶级 看见没有我们的第一把厂子就是这样 欧苏布小厂子 绝对欧苏布对 然后今天我们讲这炸灌肠 炸灌肠其实就是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一个是灌肠 一个是蒜 我看那龙福寺 龙福寺 龙福寺 太不法商贩 太这么不法了 龙是那个龙 兴龙的龙 对对 风年灌肠炼 这灌肠呢 其实不是什么肠 这就是淀粉 对的 这就是白薯粉 我看看 就是一淀粉朵子 然后怎么能把这一淀粉朵子弄好吃了 硬吗 硬 跟脚皮筋似的 嗯 就这个生的时候疼特使这个 没法吃这个 就是它为什么这灌肠能变好吃 因为得炸 不是 我先中产阶阶上身 压制了 好吧 好 怎么 走 哎 兄弟们 我来了 我又来了 你给我讲讲这个 这灌肠嘛 嗯 这灌肠 怎么的好吃 很简单 是吗 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首先你咋也吃灌肠 第二件事情 多吃点 就过瘾了 我好好说 这个灌肠 好吃的方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 是把它切好了 切好了 切好了 切好了就好吃了 嗯 第二个 这使我这个 泡膏油 油啊 一定要使我这泡膏油 这这是 逼格的产物嘛 泡膏油 你还不不吃猪肉 还想吃猪油 我不是给你们做的嘛 这样子说嘛 这就像我们吃那个 比利斯薯条一样 在吃炸块肠的时候 如果你们吃猪油呢 那还不都不吃呢 哦 那个意思 为了吃可以吸收一条子气 对 有一些东西一定要改变一下 为这种纯正的口味 要变通是吧 对 一定要懂得变通 为这种纯正的口味 一定要变通一点 我们现在看 切在这儿 我看您怎么切的呀 现在你们已经使这种高屁哥的刀了 那可不 这上回您来了以后嘛 这种高 马云他们家也未见得死 嗯 大马士哥嘛 来吧 我们先切这个灌肠 这灌肠 千万不要这么切 哦 这是在你们北京叫棒锤 哦 这是大棒锤切法 真正的灌肠应该怎么切 要这样 看好啊 看好这个灌肠 看好看好看 看 这面很薄啊 薄薄的 薄薄的 但这面很厚啊 薄薄的 把所有的大便肠 不是大便肠 是灌肠 把所有的灌肠 要切成这个样子 这个才叫逼格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逼格吗 为什么 当你砸完以后 这边是 啾啾的 哦 脆了啊 脆脆的 但在这里面 就会弄弄弄圆圆的 弄弄的 弄弄的是吧 弄弄的那个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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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的感觉 然后马上你就有那种 在脆脆的东西里面 会有那种QQ的感觉 大哥您别说话了 您切吧 您一定记住啊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滚刀技巧的 要滚子刀切 这厚呢 切的 哎 你不懂 在外面才切得很薄一毛那种 爽是吧 对 我们这是给自己人吃的 嗯 一定要是这种 每一片灌肠都是这种 一边薄 一边厚 我告诉你 在我们这个地区 可能也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懂得这种灌肠的切法 哦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油干什么时候 您去过东市吗 不是龙福市吗 对龙福市 我去过你们的庙会啊 哦还去过庙会呢 有一年冬天 那光头我那兄弟 请我去你们 没有坏感了 找大火那些 啊 就是那些 然后龙福市就没有了 对 您去了龙福市就没了 生意就再也没有了 一把火 闹鬼 那是93年啊 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的 93年 还没有谈恋爱呢那时候 我那时候还不是中产呢 也是哈 那会儿您还奋斗其中哈 对对对对 我从中产以后才开始 跟那个大光头交往少的 那个大光头整天就 跟你们这种朋克混在一起 显得很街头啊 这是您没穿进那个龙虱带啊 我今天穿的是Fan Perry Fan Perry Fan Perry 比那个龙虱带可更有逼格 我就是那个上你的节目 你们这 看上去 看上去 我就是为了配合你们 你们这口锅啊 这是小麦穗啊 哦 这个代表独立啊 独立 Fan Perry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切吧您 你看我这一句话带不这么多呢 有的工夫这些换钱我都吃得上了 哎你不懂 文化是需要之物流的 我们北京有四大百货商场 你知道吗 知道啊 会上门百货商场 西单百货大楼 还有哪 盧子市吗 对 龙虱四 我们还有四大鬼屋你知道吗 知道啊 这我太知道了 这是我们上海导演拍的 外摊八十八号嘛 外摊八十八号 谁色情场所吧 不是 不是 休闲娱乐 我就是跟我那个光头兄弟老在说 不要跟这种街头朋克混在一起 要找一些有逼得的人 听Jazz Jazz 别别听懂啊 金迷黑卷 小心手啊 啊 放心了 别看我是中产阶级 在我没有当中产阶级之前 我也是在家里面做饭的 也是劳动人民哈 那当然了 都是奋斗的 我可不是国安蛋 我是凭本事自己挣钱的 你昨天不是说了什么 我骗得很好 对啊 你骗得很好 挺能骗啊你 那闹着玩呢 要不然怎么当中产 你要分得清楚 该省钱的地方省钱 不该你省钱的地方就不能省钱 比如说买罐肠 这两个买好了 我们这 还挺贵呢 这一档 4块 假的 哦 4块 4块钱 罐肠已经切完了 也是好 没人吃啊 你这没市场啊 没有什么逼格感觉 对吧 就是淀粉嘛 炸淀粉 你们北京人不是很牛逼的嘛 为什么吃这种炸淀粉肠啊 北京人有生活 哦 好 我现在给你们讲讲你们真正的生活是什么 泡口欧油 在我们炸罐肠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得到这种泡口欧油 泡口欧油 这种泡口欧油 会让罐肠有一些肉的味道 要不然太素了 然后 我还给你讲一个非常非常有逼格的事情 嗯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亲自看来的 嗯 所有正宗的扎灌藏垫 锅底下都是要放一块板砖的 板砖 对 都是要放一块板砖的 我们这儿化音不是那么加的 不是加在后面吗 不是所有都加厚的哥们 加前面吗 对啊 耳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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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加一块这种耳板砖的 你要这么说就快抽了 我告诉你 加完这种耳板砖以后 把锅放上去 我是这种斜的 只有这样的 才可以做出好湿的灌潮 这倒是 这您说的都没错 那我不是棒锤 别蹦着你啊 烫 呜 这耳板砖不会爆炸吧 不会啊 砖不是都是烧出来的吗 哦也是啊 这您得懂啊 别活动 我又哪懂这了 您早年间不就是搬砖起了家吗 哦你不要说我这个 风味的吗 能我再成功一点再说这些话 哦再成功一点再说 做个访谈舞的 我问你要放这样大量的炮口油 大量的 大量的炮口油 我告诉你啊 嗯 我曾经去北京玩的时候 来北京 嗯 来北京玩出差 你看 我住在国贸饭店 国贸饭店 国贸大饭店 中国大饭店 那就是 808饭店 那是我最喜欢的房间 808 对啊 是鬼八楼啊 明星都住在那里 哦 好多女明星是吧 是的 你这时候躺在那里 你就想 三天前有可能有一个女明星躺在你旁边吧 嗯 整头都没有方箱 是啊 方箱没有了都洗干净了 哎不一定 我要求他们不换被褥 他们不同意啊 发现有点毛发什么的 哦我找了很久很久啊 没呀每天都在那个床上弄一个放大镜在那找啊 找不到嘛 哎呦 哎呦 我跟你讲我在北京出赛的时候 他们就告诉我 是个猪油啊 嗯 是个泡口油 也不是随便用的 在这个罐厂里面 啊 怎么意思 我们在这个罐厂里面用的什么泡口油最好 什么 猪大厂里面的那种泡口油 那种味道 喂 Shit Shit味呢是吗 你知道什么叫Shit吗 嗯 就是mat mat 哪的话这是 是俄罗斯语啊 啊不是什么俄罗斯语 我说错了 乌克兰乌克兰 乌克兰语啊 我闺女教我的 好你看这个油已经坏掉了 嗯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把滚汤煞进去了 嗯 啊 嗯 看一定要让这个罐厂融入在这个猪油里面 这种大肠泡口油 才是最有逼格的 有这种matt的味道 给你我一个瓶子你们那个 好啤酒让我尝一尝啊 没了 嗯 能不能 能不能这样 没有了 你能喝喝喝 你不是出一个小鸭罐的 我一直想拥有一瓶 哦 小的那个 对啊 卖去给它找找看有没有啊 没有了算了啊 那不要这样嘛 一定要给我嘛 我要带回家正常的 那个喝完了以后可以穿一个链子 当电视天见识 我还以为当项链是吧 哦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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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官场已经进入了第一个阶段 软 软了 软了 别让他们粘上吧嘞 哦不是不是不是 他们是可以粘上的 你自己想你在庙绘这套 啊 那官场是粘在一起的 哦 好像还真是 哎呦 感情深 皮隐深 感情浅 木牛酒了 皮隐深啤酒 皮隐深 这上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呀 边形就脚吗 菇藤 土腾 哦 这不是川石发门吗 川石发门 八天火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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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吧您 我来尝尝 熊猫经浆感情深 皮隐深 皮酶 嗯 你们现在给熊猫经浆代言了 是啊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皮酋 我在上海总体就喝这个 对熊猫现在站住我了 好吗 哦 wonderful wonderful吧 只有这种酒才叫真正的酒 嗯 厚重感 那种浓郁的香味 嗯 裹在你的味蕾上 嗯 手机 然后一会儿就飘飘的 对对 来小朋友们也来喝一口吧 肥肠 这得达到什么程度 达到能吃了就累了 能看能吃了吗 一口一口的试嘛 一片一片的试 其实啊 不说 就砸的干一点 外面都焦焦的就好了 那你说这下面那种会少了是吗 下面那还不少啊 还要整得一下一轮复杂 还要复杂一点 我在描绘里看到的都是 他们砸成这样的半成品 放在这上面挡着 挡着客人来 醒来 我看一盘 往里一推 对 这不是为了高度还原 你们描绘的样子吗 是 这大热的天还原描绘干嘛 这不是人不都冬天想夏天 下天也想冬天 真是啊 全国好像只有你们有庙会 是吗 我们这里就没有庙会 那边 我们从来都没有 那边有灯 灯节吧 对 我们有灯节 什么叫灯节 儿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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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六一过的吗 灯节 对 谢谢小妹妹 给我倒了一瓶你们的那个 感情深 批的深 嗯 我我我我 好烂 哦 好 wonderful 一会儿你别坐呀 哦 我会睡的 我觉着很辣的 哦 我们这灯差已经穿炸完了 好 它是不是很消灭快的感觉 是啊 尤其我这口鞋锅 对 你就是神奇的铁塔 这坎子主要是灯营的 看着应该烫烫粉的哈 嗯 好了 我们知道大家怎么做这个 蒜汁啊 怎么做 线有蒜啊 嗯 然后再倒着你们这没有逼格的 毒鸡精啊 毒鸡精 多放一些 哦 这个 是素的吧 我多放一些 然后加一杯重要的调料 来一点 水 哦 哦 嘿 还有一杯 很重要很重要的调料 要多放啊 哦 这边没咸味 哈 好的 尝尝 然后 还要搅动点 要搅动点 您这手干净不 您这手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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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挖菜也不还 也就挖着 配上大蒜 难以理解啊这个东西 但还很好吃 对啊 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时候 好吃不就完了吗 但听起来显得有点黑暗啊 他们不是老说黑暗料理吗 这个算黑暗料理 挺黑暗的 我都闻到那股蟹太味了 好了 好了 我来赖糖了 这是由一个南方人做的一道比金菜 你们有勺子吗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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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给我勺子 要尊重厨师等我等我等我 把这大勺子给我 对对对对 这是你们先来的剪辑吧 对 那不是被骂了吗 对 要搅一搅你知道吗 这个搁汁啊 往里面搁汁啊 是很嚼嚼很嚼嚼的 一定要把这个蒜末完全弄出来 然后均匀地撒在这个罐床上 怎么拒啊 然后这个罐床 好 你都不要用筷子吃啊 用牙签切 对 要不然很没有逼格了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用筷子吃罐床的 好了 小姐都听乏吧 来吧 剪辑过来 剪辑兄弟过来 罐你跟人家签 去剃牙吧 哈哈哈哈 走啊 这蟹菜淀粉的味道 好浓意啊 快去吃吧 好 好